Hello大家好我是阿姨妹 收到平台的邀约 我们昨天晚上就抵达了贵阳千户苗寨 风神陆路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和更多的创作者相遇 接下来这几天阿姨妹会给大家分享这里的当地的美食美景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 走 来酒店一楼尝一下这里的早餐 这个就是炸酱面 好像跟我们广东的有点不一样 现在我们跟着导游到处逛逛 走吧 这个就是当地的菜市场 全部是自家种的 可惜啊 家不在这里 要不然的话就可以买点回去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西江苗族博物馆 我们随着导游的方向一起走吧 走 看到他们很多房子都是木头建筑而成的 走吧 进来这边逛一下先 刚才我在街上看到那几个小姐姐也穿了这种传统的服饰 它们一整套大概有十几二十斤重了 一般都是有节庆的时候才会穿的 现在我们坐着观光车去吃饭了 来尝一下它们当地的美食 酸汤鱼 每个碗还配了一个红鸡蛋 刚才那个导游说红鸡蛋就代表着健康吉祥 尝尝这碗酸汤 这个百分之百是带刺的 哇 好酸啊 有点酸 有点辣 不过喝下去整个人舒坦了很多 到他们的敬酒离室了 我喝了一口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酒应该是糯米酒 你没有各家坐在百佥陀 就どころ提着 哇 好酸啊 Liberty regularly 可以 吃饱了 出来看看外面的风景 我们到了观景台这边可以俯视看到整个苗寨 千户苗寨是中国最大的苗寨之一 你看在这个角度看起来好美啊 风景如画 哇 这边好多游客穿这种民俗的服装 打个招呼吧 阿姨 你好 好漂亮哦 穿的哦 对 多拍点照片 逛完了下午的话可能还会去采茶 那各位网友们敬请期待阿姨妹下期的视频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姨妹的记得跟住哦 拜拜